快拿起手機 掃描QR Code 下載全新飛碟APP 接收地球大數是 我是陳輝文 中央民國111年6月7號 今天是禮拜二 那每個禮拜一 我們在這個 YT的觀點頻道 都有我們這個 《輝文看社會》的節目 昨天很開心跟幾位 80後的大陸的朋友 連線聊了一下 一個是在廣東 惠州的觀眾 我還搞不清楚惠州在哪裡 請他講一下 惠州在廣州的旁邊 也算是這個珠三角的這個 這範圍內 也聽他聊了一些 他們當年 這個 80後就是 1980以後出生的 1980那個年代的 那 他們也是苦過來的 這個 很辛苦 一路這樣 所以他們是 他們是 剛好是 看到的 大陸從 落後到 改革到開放到成長的 這個整個 整個過程 80後的朋友 這個感觸特別多 這個 還有一位是在黑龍江的朋友 這個老家在黑龍江 那 我聽他講他故事也 也 蠻蠻勵志的 他說他 小時候家裡沒錢啊 這個 這個 去上學啊 連課本都買不起啊 就是跟同學一起 一起看課本 看書這樣子 你知道嗎 那 也是苦讀啊 這個 黑龍江 在 大陸的東北 好 然後他後來考上大陸 985的大學 他是說前五在上海 好 所以我剛看也有朋友講說 是不是這個 復旦大學 我那個就不容易了 這個 這麼有名的大學 然後 你 你在這麼 偏遠的地方 在黑龍江 那他說他家在那個什麼 山邊的一個小村落 然後 就是 一定是整個 各種環境都不好嘛 所以才會連 課本都買不起 他就跟我講什麼 教材 沒有錢買教材 就只好這個 跟同學借來看 這樣 一起看這樣子 這個 一路苦讀啊 那現在呢 這位黑龍江的朋友啊 在北京工作 也結婚生小孩了 他太太是這個一個公務員啊 這個 其實 哎 我們 沒關係我們會在 那個是在 會文看社會在 每個禮拜一晚上的那個 YT的觀點頻道 那我們這邊呢 我們從去年疫情前啊 我們去年三級警戒之前 還有跟大陸朋友做微信的語音 這個連線啊 那這個單元很可惜 因為我兩個微信的號都被封了 所以後來 後來也是因為三級警戒的關係 因為去年 五月底 開始我們的這個 疫情就 相對比較嚴重 然後剛好我的微信也被封了 我就 整個單元就取消到現在 我再來這個研究一下 然後再看怎麼樣 再跟大家 報告 我覺得 大陸有14億人 你要跟14億人聯繫 那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 在大陸各省市 你跟 譬如像昨天在 惠州的 在這個黑龍江的 應該說在廣東啊 廣東省的惠州市 那在黑龍江 黑龍江省 就是說 呃 能多連線幾個 多連線幾個 能 多了解彼此 是 我認為是比較好 因為也是因為現在這個 科技啦 手機啦 通訊的 這種通訊軟體 的便利性 你說 10年前你要跟大陸朋友連線 那怎麼連啊 20年前要怎麼連 根本不可能嘛 怎麼打電話怎麼打 好這個困難度 越洋電話啦 然後各種的 你會擔心 這個 這個 當那時候越洋電話很貴 20年前這個 有打過越洋電話 你就知道 貴死啊 那個都是 這個幾百幾千起跳的 一般人也沒這個條件這樣打 所以 有有機會讓我們再來安排 好不好 好 我們今天第一段跟大家談一下 這個國民黨主席 朱立倫在美國的參訪 那也接近他行程的尾聲 那各地跑跑的時候他即將這個 開個記者會說他就即將回台灣了 那他在智庫的演講 那美國智庫的演講 包括 這個到美國的國務院去拜訪等等 那其實我是蠻 因為其實他就是一個 應該是一個行禮如雨的行程才對 就是說 站在國民黨立場 他們有一個駐美代表處 那 推這個所謂的政黨外交 這個其實都不重要 我認為不重要 但是朱立倫他把他當作一個 重點工作在做 這個我 很詫異 就是說 怎麼會覺得這個很重要 就是對美工作很重要 其實 我一直在跟我們聽眾朋友報告 我們的 我們的這個 最重要的工作 是對大陸的工作 對我們有威脅的 對我們有威脅的 也是大陸啊 給我們各種關稅優惠的 也是大陸 有一個新聞我一直看不懂 我也沒去查 就是說 農委會說我們的農產品 第一名 現在賣出去第一名是美國 第二名是日本 大陸變第三名了 好就一二三這樣 美國日本大陸 排名農產品 我也是 當然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農委會公佈的 我會打個 我會說 有可能嗎 為什麼我會有這個懷疑 我跟你講 就是說 我們的東西賣到美國跟日本 都要關稅 都要關稅 你沒有聽錯 每一個東西都關稅 他沒有一個給你免稅的 你想太多了 美國跟日本 課的稅可重了 我如果沒記錯 應該是17% 17%的稅 你看一個東西17% 你要課 那我們的東西賣到大陸 尤其是農產品 就當年的這個 聯湖會 聯戰先生 跟胡錦濤的這個 聯湖會之後的這些 兩岸的這些 包括ECFA 我們的很多東西賣去大陸 是不用關稅的 所以這樣子 一來一往 你有做生意 有做貿易 就知道 一個17% 一個0% 你要賣哪裡 卡公也知道 要賣那邊 那邊0% 而且 大陸跟我們的地理位置 都比較近 運費 物流 總總的成本都比較低 然後 兩岸又是同文同種 你又不用講日文 又不用講英文 你就直接講國語就好了 有什麼 有什麼難的 所以你說農產品 現在變成美國第一 日本 第二 我 我是不曉得 很奇怪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數字很奇怪 好 好 那在朱立倫反美 反美的這個 這個演說裡面的 九二共識 他沒有提啊 好 就他講的這個 台美關係啦 兩岸等等 他沒有提九二共識 這九二共識 不見了 沒有 整篇沒有在他的這個 演說內容裡面 那 美琪就覺得很奇怪啦 就去問朱立倫說 怎麼怎麼都沒有提啊 到底是怎樣 朱立倫說 我們要跟北京展開 基於原則的交往 基於原則的交往 什麼就是基於 那原則是什麼 就會被問到 這個最基本問題 那你不談九二共識嗎 好 民進黨不談九二共識 蔡總統不談九二共識 你國民黨主席 也不談九二共識 那你國民黨談什麼 對不對 那 都不談 也很奇怪 那 那說你跟北京是基於原則的交往 我們記者就繼續問 朱主席 基於原則是什麼 你說跟北京基於原則的交往嗎 那原則是什麼呢 朱立倫說有機會再談 還有這樣子的 國民黨要展開 跟北京基於原則的交往 我問你原則是什麼 以後有機會再談 那不是給美獎嗎 你到底準備好了嗎 好 我一直對國民黨裡面有一些人這個 這個驚香對白 我是很有意見 就是國民黨裡面有一些人他就是 2020輸到昏頭了 輸到怕了 然後被自由時報一帶方向 講說 這個 九二共識是票房毒藥 哎呀我們不要再談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是歷史名詞啊 怪怪 別談了 去北平東路民進黨中央黨部 叫做民進黨就好了 你就是跟民進黨同一個調調 蔡總統他執政六年 他嘴巴不談九二共識 他做的事情還是九二共識啊 所以我們還是有陸委會啊 兩岸是國與國的關係嗎 你今天你到北京上海 你有辦法拿中華民國護照進去嗎 你進不去啊 對不對 大陸的商務客 大陸的這些來交流的人 他們拿中華的民共和國的護照 他也進不來啊 我們是不承認他的護照 他也不承認我們的護照啊 為什麼我們要拿台胞證 他們要拿大通證 為什麼 我們去日本 你帶台胞證去你進得去嗎 如果我去東京玩一下 然後帶台胞證 你誰啊 他不看台胞證 他當然是看護照 你問你原則 那原則是什麼 你又說以後有機會再談 那不是跟沒講一樣嗎 好 所以我真的覺得國民黨裡面如果有一些人是 就你動搖了 你的中心思想變 這個被扣紅帽子很難很難選 這個 這個民進黨 你看1450 綠媒好兇啊 人好多啊 電視台一打開幾乎都是挺民進黨的 網路一發言 哇 立刻被圍剿 沒有人敢說他支持國民黨啊 不然就是舔共啦 賣台啦 中共同路人啦 中共代理人啦 這樣我們都都不要講 好 然後國民黨呢 也放棄說 那我們 我們就偏安台灣 我們混個立委 混個縣市長 然後總統全國只有一個也很難選 總統可能也不要去想了 我就自己安身立命 我就偏安在這個島上面 我就混個立委 混個市議員 之前還有人跟我講說 市議員可以當一輩子的 有啦 真的很多 我跟你講 那不是開玩笑 你看全國各縣市 很多縣市議員是 當一輩子 而且甚至還是世襲的 爸爸當完換換女兒當 女兒當完換兒子當 一堆啊 那我 不得不承認 是不是國民黨裡面有一些人 他也覺得 不要九二共識 他也覺得 不要中華民國憲法 他也覺得 國家不要同意 我們就跟大陸 一刀兩斷 你不要同意我 我也不要同意你 大家就算了 我們就 留在台灣這邊 我們就 為什麼一直講這兩個 這叫偏安 當年在宋朝的時候 南宋北宋的時候 那誰就偏安 我們也不要打過去 被他們佔領的土地就算了 我們也不要反攻了 我們就躲在這個 偏安一下 是不是國民黨裡面 也有黨公子 也這樣想 就隨著民進黨的基調 也不要這個國家 也不要這個憲法 有點晚餐 我是陳輝文 這個 我們要把這個東西 把它講清楚 讓大家 一起去思考 就是 到底是誰變了 那朱立倫他現在是國民黨黨主席 他在美國 沒有談九二共識 大家就問他說 那你兩人怎麼互動 蔡總統不談 民進黨不談 你也不談 我們基於原則 跟北京這個交往 那基於原則是什麼 以後再跟你講 不是等於什麼都沒講 非常的荒謬 那 當然九二共識他 從1992年以來 也一直被批評說 他是一個模糊 創造性的模糊 沒有共識的共識 那朱立倫在美國 媒體問他說 他說不要浪費時間 在九二共識上 這個跟我想的是完全相反 不要浪費時間在九二共識上 我不覺得九二共識有什麼原罪 那如果 就是我們 中華民國 我們台灣這邊 我們片面的要 放棄九二共識 拋棄 九二共識 不再談九二共識 甚至像綠媒綠銀 好 民進黨那些叉叉 把九二共識妖魔化 好 抹紅他 好 如果要這樣子的話 那 也把話 撂下來 把他講清楚 就是九二共識就是1992年 的時候 好 當年的李登輝總統 好 那兩岸的互動有一個 沒有紙本沒有文本沒有文字沒有條約 一個兩岸的默契叫做九二共識 他沒有任何的什麼 什麼什麼公報啦 協定啦 協議啦 什麼都沒有 好 他就是一個 當然兩岸有一些這個 這個電報的往來 但是裡面都沒有講說 所謂的九二共識是什麼 那是一個默契 兩岸的默契 兩岸的一個共識 那 這些年來 像1992年到現在也 30年了 30年了 到很多變化 大陸那邊很多變化 那我們台灣這邊 這30年來的變化也不小 從李登輝 陳水扁 馬英九 到現在蔡總統 也換了這個總共有4個總統 那每個總統 每個政黨的當年的時光環境 都不一樣 那你說九二共識 他錯了嗎 那朱立倫講說 不要浪費時間在九二共識上 那是啥意思呢 那就是不要九二共識的 還是九二共識就旁邊站 一個工具的任務工具的性格 需要你的時候 把你叫出來使喚一下 不需要你的時候你就 那不是跟這個夜壺一樣嗎 現在應該沒有人在用夜壺了 可能 然後這個時代進步了 你看我們在這個 螢幕上的兩篇電報 這是去年的九月 國民黨主席選舉結束之後 這個中共總書記習近平 然後跟中國國民黨主席 這個朱立倫 他們互發賀電 這兩篇的這個電報 這也不過去年九月 還不到一年啊 好 那你看這電報 有 有一個貓膩 就說 他們講的話怎麼一樣啊 講什麼呢 講說 這個堅持九二共識 然後反對台獨 就是我發給你的寫這八個字 九二共識跟反對台獨 然後你回傳給我的也寫這八個字 九二共識反對台獨 這麼巧嗎 那當然不是這麼巧 他是安排好的 聯絡好的 我們這邊要選黨主席 朱立倫當選了 好 那依照慣例會發賀電 就是黨跟黨之間 所謂的這個共產黨跟國民黨之間 那發賀電 以前也有發過 那發賀電了 那我寫這八個字 你也寫這八個字 堅持這個九二共識跟反對台獨 那朱立倫你不是說 不要浪費時間在九二共識上嗎 那你跟習大大的賀電這樣寫 你是真的忘了嗎 還是你害怕想起來 這個 發賀電 就我剛剛講的 我要跟大陸這邊 要跟共產黨那邊溝通 說我把九二共識拿出來晃一下 我支持九二共識 我反對台獨 賀電來了 把東西收起來 我就不談了 這個很現實 這個很奇怪 我不曉得 當我的研判是大陸方面 就是北京 習近平他們對朱立倫的期待 應該也不高 他們對台灣的政治人物 都有非常深刻的研究跟了解 當然 也跟這些政客他們去 當年他們在流血 然後整個這個養成的環境 裡面他們對美國的一些什麼等等 都有連帶的影響 我不認為 北京會多期待說 這個朱立倫什麼作為 或什麼 應該是不會 但是我現在不去談北京 也不去談這個美國 對朱立倫的這個 就是說你一個國民黨 你是最大在野黨 你曾經執政這麼長的時間 九二共識是國民黨執政的時候發明的 它是兩岸互動的一個基礎 那你現在不要他 等於你是走民進黨的路線 所以去年國民黨的這個 改革委員會 他們說九二共識是歷史名詞的時候 馬上大家都 他真的國民黨真的要跨這麼大的一步嗎 九二共識是歷史名詞 那你國民黨 你現在要跟大陸互動的基礎是什麼 所以 各位聽聽看 我不是把他當成神主牌 我不是要把九二共識 你看我剛剛就講 你如果不要九二共識 你要講說我們 男女都可以離婚了 為什麼不能九二共識不能喊停 對不對 當初這個歐巴馬 他說我們這個 跨太平洋的戰略夥伴 我們來弄一個這個 這個多邊的雙這個 這叫FTA 多邊的FTA 不是雙邊的 是多邊的 那我們邀請很多國家來參加 就跨太平洋嘛 所以太平洋的東岸 太平洋的西岸 大家都可以參加 叫做TPP 歐巴馬說我們來這個弄TPP 歐巴馬任期到下台了 換川普 川普說不不不不 什麼叉叉不要 川普說不要就不要 就這樣子 所以才會後來有CPTPP 就是美國丟包 美國說我翻臉了 我不要了 當時很多國家千方百計跟伊朗 談的所謂的伊朗核協議 好說歹說說伊朗你不要再弄核彈了啦 你也好人 大家 這樣幹嘛 然後伊朗某個程度 好吧 那不然你不要我弄核彈 不然你要給我什麼 都已經在談了 開始往正面方向發展的 川普說 歐巴馬談的 歐巴馬談的我不要 川普就這種人 歐巴馬談的我都不要 巴黎氣候協定 川普說我也不要 他說不要就不要 那我們回到這九二公事 1992年30年前的東西 所以我跟各位提供媒體說 我沒有要把他當神主牌 你也可以不要 朱立倫也好 蔡總統也好 你說不要可以啊 可以啊 你不要九二公事 那你要什麼 你要什麼 你要 一邊一國 你不要九二公事了嘛 那就是一邊一國啦 那就等著變烏克蘭啦 我講完啦 我沒有要跟你長篇大頓 就講完啦 你也可以片面的撕毀 去EKFA 但是你不敢啊 為什麼 因為EKFA有 有人民幣啊 有人民幣你就跪下來了 好好有錢可以賺啊 當然要賺大陸的錢啊 而且你是不公平的去賺大陸的錢啊 各位天生們 你了解我意思嗎 今天不是說 你的東西好 好到大陸非買你不可 不是這樣子 我這樣講得罪很多人 其實我一點都不在意啊 就是你 你不是靠你的本事啊 我今天做的這個東西 全大陸沒有一個人做的出來的 只有我做的出來 那我當然跟你買啊 或說 同一個東西 我的CP值 我的性價比 我的Quality 是你比不上的 你非跟我買不可 不是啊 我們今天從大陸賺的這些貿易 順差跟人民幣 絕大部分是人家讓利讓給你的 不是你有什麼真本事啊 你是靠免關稅去吃人家的市場啊 你賣的多少東西是人家有的 我有有些東西是我們有他沒有了 很少 好 一些什麼晶片啊 封測的什麼 那個我是不太懂 好 可能台積電 他們那個有 有在業界有絕對領先的那個是 我們有他們沒有了 對不對 那些東西有但是不多 我們絕大部分賣給人家的人家都有啊 那他為什麼要跟你買 他跟你買 你的東西有比較便宜嗎 沒有啊 你的東西有比較好嗎 也沒有啊 你 品質沒有比較好 你也不能跟他拼量 那我跟你買幹什麼呢 我為什麼要跟你買呢 你還有一個物流的費用啊 就算我給你免關稅 你從台灣運到大陸也要物流的費用 那不是又多一筆成本嗎 你的東西又沒比較好 我跟你買幹啥呢 有競爭力嗎 沒有啊 這幾十年來不就如此嗎 特別是ECFA簽了這11年以來 ECFA已經11年了 我們就是靠這個 當然如果你從聯呼會開始算 那更早 那是05年了 這個連戰先生去大陸是2005 那更早 好所以慌不當當也十幾年了 2005到現在十幾年了 好ECFA是2010嘛 也是幾年了 你現在說不要九二公司 所以我說你不要九二公司 那你要什麼 要什麼 蔡總統這六年就我們不承認九二公司 然後呢 然後就沒有了 然後就沒有下面了 下一步是什麼 不知道又不讀不悔 沒關係 就第一螺旋 大家都不要往來 所以這六年兩岸就是這樣子 然後軍機就開始繞臺了 大陸的共機在那邊飛來飛去也不知道幹嘛 然後大家就開始猜忌 然後台灣的這些綠媒就開始罵人家 好大陸的人都住土房啊 都吃那個培林榨菜 連培林 就叫唸福林 那也不會唸 叫培林榨菜 但誰唸錯的未忘啊 好 所以大陸的人都什麼 沒東西吃都吃田鼠啊 是誰講的 榨菜田鼠土房 好 啊大陸都沒有電啊 所以他們都上街看電影啊 這種插話也講得出來 大陸都沒有電才能上街看電影啊 那電影院都不用電啊 說這種人是博士 我都覺得博士也不用唸啊 很多大陸朋友 我們的三峽大壩到底 垮幾次了 毀了幾次了 一天到晚就說人家三峽大壩 要爆炸了 還要攤方了 講了多久了 你有看到大陸誰說我們台灣的什麼 什麼圈圈啊 叉叉要爆炸嗎 沒有啊 但是我們這邊就是有一堆 媒體跟民主 哎呀那個 那個不行啊 那個怎麼樣 怎麼怎麼 你是有去看過 各種的醜化 這種敵意螺旋 我不曉得這到底是 我跟你講 這種敵意螺旋 我一天接10通扣印都沒有用啊 真的啊 我在這邊 希望兩岸大家互相瞭解 大家互相正面思考 你一天一天就是土房啦 榨菜啦 你一天一天跟人家會 人家講我們 我們也不開心啊 那你為什麼要講別人啊 講得像台灣一堆大陸專家一樣啊 之前上海不是封城嗎 綠莓 開心的不得了 想說 因為我是去吃麵啊 那個老闆 我不能叫老闆轉台 我就知道一邊吃麵一邊配綠莓 在那邊看 我說上海封城你 你高興個 什麼勁啊 上海封城對台商都沒影響嗎 我們的台商在上海那邊被封城被影響 對我們的GDP都沒影響嗎 那你這高興什麼呢 講得興高采烈 那個那個 林喜利 我都覺得很奇怪 這到底有什麼好 他講得很像 很開心上海封城這樣 上海封城有什麼 什麼民眾抗議的啊 什麼影片啊 大家罵什麼的 到底是什麼心態 我不太懂 我拉回來講這個政治面的東西 當然也是要考驗朱主席說 你不談九二公司 那你能不能有一個新的 包括當初江啟臣主席在 這個 這個所謂的國民黨的改革委員會講說 這九二公司是歷史名詞 那然後呢 然後 那 柯文哲之前講過 那來個什麼 什麼二一共識啊 或二零共識什麼 那你要有個 新的東西出來啊 你能講出一個新的東西出來嗎 我很懷疑啊 而且 我們這邊一個新的 論述一個新的兩岸關係 對岸接受嗎 好這一定不能一廂情願說 我那以後我們就這樣往來的 你們好了 你說的算了 對方承認嗎 好這個這個都要想 不是說 那你要片片撕毀那 代價想清楚了沒 如果我跟你講啦 如果不要九二公司 我們要做一個讓人看得起的 我們 ECFA也不要了啦 對不對 我不要九二公司 但是我要ECFA 我 我跟大陸是不同一國的 但是你每年要跟我買東西啊 你沒跟我買我就罵你喔 好就跟你嚇喔 但是你每年都要跟我買 那我跟你是不同國 但是你要對我比較好 你要給我免關稅 你不能給日本也不能給南韓 但是你要給我免關稅 你要派採購團來 有沒有 馬英九那時在 經常有採購團來買東西啊 那個就是統戰啊 對不對 ECFA是統戰啊 那你為什麼要給他統戰呢 你不是要一邊一國嗎 對不對 我們應該是 要去聲援香港 前幾天還有黎智英的新聞 聲援新疆 對不對 我們要求台積電的那個廠 全部撤回來 所有的台商給你們三個月通通 回來台灣 不回來的以後都不要回來了 一刀兩斷這樣子 你不回來那是你的選擇 那以後都不要回來 真的做到兼必親也嗎 真的做到一邊一國嗎 那這樣的代價我們承受得了嗎 想清楚了沒 那烏克蘭的例子就擺在你眼前了 就你要變成烏克蘭嗎 就是在美國的慫恿之下 美國會軍事介入台灣 你相信日本的那些叉叉 日本 這個台灣有事就是日本 有事日本快來救我們 日本連自己都救不了 來日本還救你 你也好了 日本有俄羅斯跟北韓 日本的貿易發生 日本還跑去惹大陸 不可能 那個稍微有點概念 日本的最大貿易夥伴是大陸 你是在想什麼 他賺大陸的錢可多了 你還以為 我們要把這些東西都把他講清楚 所以我們回到我們國內的這個 這個政治就是說 我不認為九二公司是票房毒藥 你就把九二公司講清楚嗎 為什麼九二公司很像 跟他夠人玩 這個 也不疼老 老婆 很像就變成過街老鼠 江啟臣當黨主席 國民黨不要 朱立倫當黨主席 九二公司也不談 很像國民黨敗選都是九二公司害的 就是因為你主張九二公司 所以你就選不贏了 這一個東西可以 所以我那時候 抱怨韓國瑜 我說你兩岸關係你要得分了 有沒有 我2019就坐在這裡講 我說兩岸關係是你應該要得分了 蔡總統他沒有辦法處理兩岸關係 一路被抹紅 包括他去香港中聯辦 你看郭台銘是怎麼背後插刀的 非得晚餐 我是 陳回文 來關心我們國內的疫情 那有幾個部分要先跟大家講 就是 從上個月 這個聯合報一直在追 那也包括這個吳董 美麗島電子報那個吳董 吳子佳 吳子佳 大半年沒見過他 吳董好久不見 那有很多人在質疑像那個 鍾小平 那個國民黨的台北市議員 鍾小平 小平兄之前也開記者 在五月的時候上個月 他們都有去質疑 質疑啥子呢 就是說我們對這個 當然他也有很多案例很奇怪 我舉一個去年的案例 去年不是這個 阿法病毒嗎 阿法病毒 不是現在的奧摩康 然後呢 就有一個人確診了 去年喔 去年有一個人確診 那他確診之後呢 很不幸過了幾天之後呢 他溺水 溺水 我看新聞我看不出來 他到底是游泳還是什麼 不勝掉落什麼的 看不出來 反正溺水就往生了 那現在問題來了 這個 這個案例是去年的 我在講那邊是去年的 那我問你他這樣子算不算是 COVID-19的本土確診死亡 這樣算不算 我再講一遍 他已經確診了 他確診確定確診之後 過沒幾天他溺水死了 那他這樣算本土確診死亡嗎 這問題都把大家考倒了 好那我跟妳講答案 依照去年 去年 這是去年的案例 算 指揮中心把他算作是 COVID-19死亡的 因為他確診了 可是他過幾天溺水 就算他是COVID-19死亡的 算 這是去年的 去年的認定是比較 相對比較寬鬆的 今年不一樣 這個是之前 聯合報我去追 我幫聯合報按讚 因為這個本來就應該講清楚 那你就說 霍雲兄這樣算法很像怪怪的 我也覺得怪怪的 但我跟你講 今年的算法是什麼 就是說 你的死因 你在死亡證明書上面的死因 如果你的直接死因 不是COVID-19不是新冠肺炎的話 這個認定就是有指揮中心 他們去 因為 你 因為這次感染的確診人比較多 比去年多很多 對不對 我們去年只要幾十例 大家就開始緊張 現在都幾萬例幾萬例 習以為常了 什麼8萬例 9萬例什麼 大家覺得很像 沒有什麼新鮮的 今年的認定比去年嚴 這個我也同意啊 就因為今年確診的人是 都已經突破兩百萬了 全國都突破兩百萬了 那現在問題來 聯合報 這個包括吳子嘉 中小平 他們在追什麼 就是說 那你指揮中心 譬如說 假設 假設有100例死亡 這100例死亡裡面的指揮中心說 這80例呢 應該直接死因有寫COVID-19 這80例列為 本土確診死亡 100例裡面說這80例是 那有20例 我專家這個小組審查之後發現說 這個不算 那這20例就不算了 是指揮中心說的算 是他在判定 他在 他在 判讀他在決定嘛 對不對 100例 有80例 我算作是本土確診死亡 這20例 我說不是 我說不是就不是了 你也不能廢話 因為你也不知道嘛 我說不是就不是 這20例我就說不算 那聯合報追的問題是啥呢 聯合報的意思是說 他上個月就問了 他昨天問今天又問 指揮中心都不給答案 他說這個指揮官 那 你塞掉的是多少 你認定那80例是本土確診死亡嗎 那我現在的問題說 那剩下那20例 這個數字是多少 就是經過你指揮中心的專家認定說 這個不算是本土確診死亡的 我把它刪掉 我把它塞掉的 刪掉了多少死亡的案例 竟然講不出來 那我當然懷疑你在蓋牌啊 你為什麼講不出來呢 理論上這個不就是你 你電腦按兩下就應該出來的嗎 這不是統計資料嗎 你指揮中心認定的是本土確診死亡 所以 這個我就跟各位講說 你把 今年5月全國各縣市火化的人數 因為 聽有沒有你要了解 火化不是說你推到火戰場進去 不是這樣子啊 你要死亡證明啊 不是不是你說要去燒就去燒 那個美國有一個美劇 一部戲啦 他演的是這個黑幫在洗錢 幫黑道洗錢 一個叫做那個那個戲的英文叫什麼 什麼Ozak 這個已經已經拍完了 已經演完了 這個就比較黑黑色犯罪的這種劇這樣子 然後呢 他在戲裡面的情節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幫黑道洗錢嘛 那怎麼辦呢 因為會死很多人啊 他就乾脆把他那個 小鎮的那個藏儀社跟火化廠買下來 他把他買下來 買下來之後他就把他送去燒啊 反正這個火葬場是我的啊 我是殯儀館的老闆啊 我也是賭場的老闆 我也是幫忙洗錢的這個 這個會計師 這都是我的啊 那黑幫殺人我把他丟到 自己的火葬場去燒 我燒完了就算了 好這是演戲啊 那我現在說 你台灣你不能這樣處理嗎 好這是我剛講是美劇的情節 你全國各縣市的火葬場 你上個月燒了多少 跟你去年5月燒了多少 那一筆就知道了 那你今年5月跟去年5月一筆 就是所謂的超額死亡啊 因為我們平均一個月大概1萬5嘛 那平均一個月1萬5 你上個月火化了多少人 這個就是國民黨文傳會 應該去做的事情啊 你國民黨都不動 每天在那邊罵九二公司 我不知道你國民黨在幹嘛 民進黨不會給你這個資料 去年是中國時報做 中國時報做六都啊 去年6月他做六都嘛 你就應該把5月 因為我跟你講你看那個新聞寫 很多火化的那個火葬場 燒到凌晨2點 因為燒不完 燒到凌晨2點 然後休息一下子 早上5點又開始燒 那就是燒不完嘛 所以顯然火化的很多 就是要排隊啊 那你為什麼不去查呢 我呼應這聯合報 要把這個問題查清楚啊 好那指揮中心一直不 不給數字 我那你在怕什麼呢 你刪掉了多少人 你不敢講啊 你為什麼不敢講呢 好這很奇怪 來我們看蔡總統的臉書啊 在吹這個兒童疫苗的覆蓋率 其實是兒童 這個社區的這個覆蓋率 含蓋率 所以他這個就是一個 數字上文字上的差別 那差兩個字就差的非常多 所以這個 一開始他貼這個疫苗覆蓋率 所謂的74.2 後來他修正 叫做兒童疫苗的社區含蓋率 社區含蓋率 那就又把這個 打莫德納的 把打兒童BNT 還有打確診的 已經確診的朋友 那通通把算進去 本來說74% 現在說到78% 這個 各位我們要一個基本的概念 說不是台灣人 尤其是台灣的兒童 很愛打疫苗 不是這樣子 真的是弄錯了 蔡總統這種爛數字沒有辦法 沒有必要拿出來做 梗圖啊 不是台灣的兒童愛打疫苗 是死亡的案例在吹打 這樣大家了解嗎 之前還沒有這麼多死亡案例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兒童BNT也還沒買到 我們是 要大家去打莫德納 就是小朋友打莫德納 但是美國的小朋友是不打莫德納 美國的FDA不給莫德納 他要求莫德納不能給小朋友打 所以莫德納沒有拿到 小朋友的EUA在美國 那我們這邊是一開始沒有買到兒童BNT 我們讓小朋友打莫德納 當時沒有什麼人要打 大家還記得嗎 幹嘛排隊 發醫院書還有一對家長不簽 因為家長同意了很多家長不簽了 你還記得嗎 也不過就是兩個月之前的事情 四月底的事情而已 一個多月而已 很多家長不簽同意說 疫情很像也沒很嚴重 莫德納很像聽說怎麼樣 那不要打好了 再看看好了 後來為什麼這麼多家長不睡覺 跨縣市 刮風下雨熱的要死也要排隊也要拜託 去搶打兒童BNT 可是為什麼要去搶打 就是被這些死亡案例嚇的啦 那金孫耶 心肝寶貝嚇都嚇死了 這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讓他那個 我真的覺得蔡總統 你離人民很遙遠 你講的話什麼 不是說數字很打的疫苗打的74% 或是今天統計的78% 就表示台灣好棒棒 不是這樣子啊 人家歐盟兒童疫苗才打20% 你不要笑死人好不好 人家會猶豫啊 歐盟沒有錢嗎 歐盟的這個水平不高嗎 他為什麼不讓兒童打疫苗 人家不是沒疫苗 人家是不打 怎麼怎麼會拿這個 我們是被死亡的案例嚇得要死啊 你怎麼拿這個來寫臉書呢 就表示蔡總統跟他的小編 一點sense都沒有啊 這種見笑的事情 都不要講說 屏東縣長250說 我們打了91% 這有什麼好高興啊 潘孟安 屏東打了91% 這有什麼好炫耀的呢 這不代表你成功啊 是大家被死亡 你嚇呆啦 你到底在想什麼 好我們來看這個火化 吵了半天 也吵不出所以然 這個很悲哀 今天陳部長宣布 還是不開私袋 還是不進兵櫃 哇那這個 我就不知道這個指揮官在指揮什麼 那也有人在考慮說 那我們用透明的私袋 這個也是有點有點執行上的問題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 這個反正大家以後都會遇到 就是說 他必須做一定的整理啊 好一定的整理 他才會 讓家屬去 這個入鏈啊 那等等 那你說不開私袋 你用透明的私袋 呃 執行上有困難 好就就 殯葬業者這樣執行上有困難 那不進兵櫃呢 那就想說 那我們用那種 這種活動的 兵櫃 但是那個數量又很少 還有人說 那我們 找一個地方 來放這個 執行上也困難了 但很多沒搞啦 很多的問題 所以陳時中說 不開私袋 然後不進兵櫃 那等於還是24小時的火化 我是覺得很奇怪 就是說 你讓 最輕的人見最後一面 真的有這麼難嗎 因為我跟各位解釋就是說 他不是以前的SARS 他也不是去年的Alpha病毒 他是現在的Omicron 就顯然狀況不一樣了 我們到今天為止 我們輕症的比例還是99點多% 輕症還是99%的這個 這個非常 你一定要這樣子嗎 那你不能有一些變通的方法嗎 陳部長 你跟你的指揮中心 已經窮盡一切辦法說 我們 當然我們不能讓疫情擴散嘛 我們要保護這個 這個殯葬業者的這些 還有這個什麼 殯儀館的這些 這些安全 衛生等等 那一點通通泡泡泡 就還是 你看他現在的權力就跟一樣啊 雙層絲帶不准開 不能進冰櫃 24小時火化 他不是跟去年一樣 不是跟之前一樣嗎 那你的家人如果那個 你還是不能送他 因為24小時就要火化啊 那我不太了解是 有必要這樣子嗎 就大家已經反映了 我們已經走的三千多個人了 三千多個 從去年到現在被認定本土確認 你走的三千多個 這三千多個都沒有人送 都來不及 你都不能見他最後一面 你要見你爸爸媽媽最後一面 是見不到的 因為濕袋是不能打開的啊 你只能跪在那邊 對著袋子跪啊 然後跪著送爸爸媽媽進 火化廠 叫你通融一下 我是來覺得很奇怪 連續兩天 都有記者 都黨政組的記者 拜託 這個醫療衛生的這個記者問說 到底民進黨的那個 台北市長提名要不要等你啊 陳時中昨天講說不用等我 今天記者不死心再問一次 我就想說 那人家記者 那人家都說不用等我 你們是你中邪 我也不曉得為什麼 我合理的懷疑是何志偉啊 何志偉他一直 一直想要 我想說陳時中選台北市長 你是 你是分到誰 我都覺得很奇怪 他一直 一直希望陳時中選台北市長 anyway 那今天記者有再問了一次 陳時中說 這個在指揮中心呢 我不談政治 我不談選舉 可是陳時中 這個就是國民黨文傳會要Action的時候 你就應該把去年跟前年 他在指揮中心 記者會 講了多少次跟選舉有關的 通通給他剪出來 通通給他做梗圖 馬上打臉他啦 哎我各位鄉親我實在很不懂耶 就蔡英文 蘇貞昌 陳時中做的爛的鑰匙 那為什麼你們都打不中呢 那實在是說 說國民黨這些人實在 有夠煩慢的啦 你就把他 我跟你講 他今天講的是對的啦 指揮官在 防疫中心的這個記者會 當然不能談選舉啊 可是你之前講多少 你之前在那邊 艾艾妹妹在那邊 咕咕摸摸 你講了多少次 他講了太多次了 陳時中今天又講了不用等我 我說用這個火花24小時這個事情 你官威這麼大 官僚的心態 剛愎自用 我跟你講陳時中你選你也選不上 你還以為你真的是神啊 你如果真的看破說不用等我了 我也不想選 我把這疫情處理好了 那倒還是功德意見 我要呼叫這個蔡總統 多一點通融 多一點人性 給家屬多一點這個時間